如今的奥特曼可谓是拥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这其中有像泽塔这样的接力量大户 又有像布莱泽这样的穷哥们 但相同的是 令和的所有奥特曼至少都有基础和最终两种形态 而这两种形态在剧中多多少少都会有区别的情况发生 所以本期咱们就来看看令和奥特曼的最终形态 他们的新手保护期都有多长吧 咱们首先把目光放到令和老大哥泰家身上 泰家的最终形态相对就比较特殊了 乍一看全剧只有基础强化最终三个形态 但仔细看的话就能发现啊 风马和泰达斯这两个富奥人气低实力差 越活越像泰家的形态 一个代表力量一个代表速度 很符合咱们对新生代奥特曼的刻板印象 而泰家的最终形态 泰家三重斯特利姆 这是由泰家风马泰达斯三个半奥特曼合体而来的 为什么是三个半呢 因为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间体优性 别看这优性整体跟这几个哥们称兄道弟的 但人家哥几个根本就不想带他玩 虽然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星球 甚至到了后面的银格系列中 人家不用优性也能变身成泰家三重斯特利姆了 好家伙最惨工具人优性实水了呀 那花又说了回来泰家三重斯特利姆的新手保护期有多长呢 答案是八级 没错 泰家三重斯特利姆的新手保护期还是相当之长的 自16级首次解锁这个形态以来 表现可谓是高歌猛进几乎没有碰到什么解决不了的对手 直到大结局篇章中 遇到最终boss乌拉 泰家三重斯特利姆才首次陷入烈士 最后被打成了光粒子状态 虽然总是有人调侃乌拉是最大的新生代boss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人家再不计高低也是个最终boss 输给他也不算丢人 第二个 德塔奥特曼 在联合奥特曼中 德塔的心态绝对可以算是五花八门了 高能法师肌肉莽子 可谓是一有即有 而这其中最强的心态当属是刀架子 德尔塔天爪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德尔塔天爪前天后后融合了七个奥特曼 外加两个外线人 共计九名超强战士的力量 所以这间接导致了德尔塔天爪的实力不可能太差 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 德尔塔天爪的新手保护器有几级呢 答案是五级 没想到吧 大名鼎鼎的德尔塔天爪形态 他的新手保护器居然只有区区的五级 比他也加差了整整三级 那么是谁有这个实力能够打破德尔塔天爪的不败精神呢 答案是史诗级加强的巴拉巴 德塔中登场的巴拉巴 可不是艾斯中那个急蛙乱家的小丑 而是融合了亚伯人怨念的超级强者 德尔塔在与其的战斗中几乎占不到什么优势 甚至一度被按在地上摩擦 德尔塔天爪形态也因此吃到了败精 要不是艾斯的急事就长 德尔塔可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第三个 我的托罗班托里嘎 作为一部致敬迪家的作品 特里加同样有着三种基础形态的切换 分别是力量均衡的复合型 肌肉胸贵的莽腹型 以及脆皮法师的孤二型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特里加也接触到了永恒核心的力量 解锁了新形态闪耀永恒特里加 但特里加比较特殊 除了闪耀永恒外 特里加还有一个大结局限定的真理特里加 无论是逼格还是表现 真理特里加的实力肯定都是在闪耀永恒特里加之上的 但考虑到他只登场了一级 数据量太小 咱们姑且就不看他 但就看看闪耀永恒特里加的新手保护器有多长吧 自14级解锁闪耀永恒形态后 仅仅过了一级 就因为不能掌握永恒核心的力量 一度被小剑人强人所难 好歹利夫特及时赶在救场 才没能量称残剧 该说不说 咱们的特将军正无愧于最惨打工人的称号啊 甚至连最终形态的新手保护器 都比别的奥特曼短了许多 这个冒球就叫专业吧 这个就叫专业 第四个 德凯奥特曼 与上面提到的特将军一样 德凯同样也是一部剧念作 什么过他纪念的是平成三军的第二位 戴拿奥特曼 与戴拿一样 德凯同样有闪亮型 强壮型 奇迹型三个技术形态 后来为了回应揍大永不言败的决心 德凯成功解锁的最强形态 强劲型 而强劲型的新手保护器同样不短 有着真正八级的时间 而且他当时的对手特拉非扎 也没有说真正意义上击败德凯 他们俩顶多只能算极限一换一 弱了个两败俱上的情况 严格意义上来说 德凯强劲型还小胜一筹 因为在那场大战的最后 是特拉非扎率先解体 德凯紧随其后 但论实力的话 德凯强劲型肯定还是在特拉非扎之上的 第五个 布莱泽奥特曼 今年播出的新奥布莱泽 绝对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奥特曼的异类 不光没有别的奥特曼那样充满神性 而且还是个上蹿下跳的原始人 除此之外 布莱泽奥特曼还是新生代时期 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宇宙作品 全剧罕见的没有任何一个奥特曼来客串 也正是这些创新性的设计 间接导致布莱泽没法下别的新生代奥特曼那样大界力量 因此在形态方面只能算寥寥无几 虽然咱们的布莱泽奥特曼 全剧仅由法兰德装甲这么一个强化形态 但他的战绩 却不是上面的这些前辈可以碰死的 毫不夸张的说 布莱泽自20级解锁法德兰装甲到28级TV结束 法德兰装甲都没有一次明确的词别记录 至于说原因嘛 一方面是法德兰装甲确实给力 另一方面则是布莱泽智商够高 在明知道没有胜算的情况下 果断放弃使用法德兰装甲 以免拉低这个形态的KPI 就比如在大约局片场中的月球大战中 布莱泽可谓是debuff拉满拉 又是身体虚弱又是能量不足 但就是这样 仙人队长依旧选择变成布莱泽 与瓦拉龙殊死搏斗 这场战斗可谓是十分的惨烈 布莱泽几乎全程都在爱打 甚至连一点有效的输出都没打出来 但即便这样 布莱泽也全程使用基础形态作战 并没有切换法德兰装甲 而那场大战组最后 布莱泽背后与仙人分离 孤身一人飘落在宇宙之中 但有一说一 这场仗即使切换法德兰装甲出战 与布莱泽当时的状态也很难加瓦拉龙击败 但正是这么一个无形之局 导致法德兰装甲至今都是无败气的存在 布莱泽也正式成为最终形态新手保护器最长的奥特曼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新手保护器长的离谱的奥特曼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